巫统主席阿莫扎西昨天宣布自己的名字肯定不会出现在首相慕尤丁即将宣布的内阁当中 并强调这是他的最终决定不会改变的 不过这番党老大不入阁当关的新闻出街之后 包括沙巴、马六甲、雪兰娥、吉兰丹、槟城、吉打根霹雳的七州巫统领袖 都表达了他们接受不到的立场 并异口同声的力挺扎西必须要加入内阁 其中沙巴巫统主席邦莫达就认为 官司缠身的阿莫扎西到目前为止还是清白的 那如果他之后被法庭判有罪的话 到时再辞职也不迟 那至于早前以造王者的姿态从一开始支持敦马 后来转马头支持慕尤丁担任首相的沙拉约政党联盟GPS 昨天已经预告确定会有代表加入慕尤丁的内阁阵容 不过也强调GPS并不会加入国民联盟成为一份子 而来到今天也是沙州首长的阿邦索哈里就透露了 新政府究竟开出了什么条件 让GPS动心决定接受慕尤丁的邀请加入内阁 沙拉约首长兼沙拉约政党联盟GPS主席阿邦索哈里 今天出席一场与民同乐交流会时 在演讲当中以提亲来形容慕尤丁政府 邀请沙拉约政党联盟加入内阁的举动 阿邦索哈里强调新政府已经答应了三大条件作为聘金 阿邦索哈里也再三重申 沙拉约政党联盟不会加入国民联盟 他们还是独立的政治联盟 和国民联盟只是单纯的伙伴关系 阿邦索哈里强调新政府